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好 非常感谢你们的出席和支持 那前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这让我们更加地意识到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而今晚我们将一起来探讨身心灵健康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探索文化宝藏 增强身心免疫力 那这场座谈会是由本地的艺术团体 静静静策划和主办 接下来很荣幸我们来邀请静静静的创办人 也是我的中学和高中的学姐黄卫群 来为大家介绍更多 我们掌声有请卫群 谢谢蔡盈 我今天找来的帮手都是中学同学 高中同学 朋友 还有一些刚刚认识的一些都拉过来帮忙 但是我先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时间非常的紧 因为我知道说晚上你们出来是非常不方便的 非常感谢你们还是很相信 我们的活动在晚上冒险出来 然后你们放轻松 因为这是在新加坡 我们都见过面 在路上碰过 所以真的是一个家庭聚会式的 只是说这一次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邀请了海外的老师 他们真的是很有资历的老师 当然还有吴伟才 我们本地的资深的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历程 其实这些都是他们50年的一种分享 当然我还要欢迎你们大家 我们今年没有请贵宾 可是我们往年 每一年都请Dr.William Wang 但是今年因为时间的紧迫 我就没有正式的说是一个贵宾来上台演讲 时间真的不够 所以谢谢Dr. Wang今天可以出席 谢谢 那三位演讲嘉宾 待会梁平会一起介绍 不过说我也很感谢 自奈法师 蔡光复老师 吴伟才大哥 愿意这样子跟大家分享 当然还有梁平姐 他们四位答应了 我才去找资源 所以是鸡蛋还是鸡鲜 OK 但是他们都答应了 我才去找资源 所以我很感谢那些给我们提供赞助的 Triple One Properties 沈瑞玉女士 还有盐庆寺 陈延迁基金 当然还有Culture Matching Fund 所以我们都来之不易 你可以想象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它不在哪个范围内 它又涉及所有范围 所以你在这新加坡的情况 就是我们都是很square的 所以每个东西一定要fit Not fit Not pass OK 所以我们当然也感谢一些赞助门票的朋友 你们的所有的赞助 大家才可以聚在一起 一些还可以免费参加 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参加过老人物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办老人物 然后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 那是十年前 十年前我们是办第一个是英语讲座 所以那时候Dr.William Wan就是我们的guest owner 到现在那十年 可是在疫情的时候 就是2020到2023四年 我们停办了 可是我们没有说就是完全没活动 待会会给你们介绍 你们刚才看到的片段 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里面的内容其实很深 我做的东西也会太深 我不知道 但是似乎还是有一些人会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然后我要解释 什么是老人物 有些人问过 可能我也提过 生老病死 老是一个过程 可是其他三个是一个状态 而且也不是常态 还会变化 只有老是过程 所以青年或是从出生到你死亡 这个过程就是老化 getting older 就是you're always getting older 你是aging 所以这个为什么不重视呢 这是我们的生命最长的一段 所以不管你是青年 你是中年 你是壮年 你是老青年还是什么 你都可以参加 也可以听得懂老人物在讲什么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机会老 其中一个是我的好朋友 他去世了 就是林思敏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所以他也被我邀请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所以能够老 其实是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当然还要健康 你们听多了对不对 很怕的吗 我们都怕 第二是人 我们不是昆虫 当然也不是仙 我们是人 所以人呢 必须要长健文 长知识 长智慧 那你来当人才有意思 对不对 所以这个老人物 这个人也是很重要 而且现在很多人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经常是起烦恼紧张 或者是焦虑 很普遍 OK 来参加我们的工作坊 我发现就是很紧张 就是cannot relax cannot relax 就是你不会放轻松 你不懂什么 轻松什么概念 OK 这个是很严重的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精神健康日 刚才蔡英提到 是的 这个活动是为了 响应这个世界 精神健康的 的一个提醒 所以我觉得精神 非常非常重要 不管你是老人 还是青年 青年的问题更多 老人的问题 好像是因为你不会讲 或者是没人听 好像不是很大的问题 等到你看数据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哦 你是那个number 你是那个 那个号码 包括你 OK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物 所以老人物 物才是讲座的重点 OK 静静静 我们希望是 每次办这样的讲座 你们都可以带到 得到一些心灵的启发 还有一些灵感 OK 可能你不完全了解 可是你知道说 这个东西我有兴趣 这个东西我会做 然后你们听到的 可能是文所未闻 好像Dr.Garner 他介绍的是印度古典音乐 那时候我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参加 可是我非常 我就触动到了 他那个印度古典音乐 确实是有疗愈的 还有其他的 好像杨帆老师 他也给我们上课 所以有些是文所未闻 有些那是你们听了又听 讲了又讲 只是你自己不会去做 比如说打坐 OK 你听过很多次 觉得很好啊 看到那个人打坐 嗯很好 看了十年了还是很好 你自己不会去做 OK 所以谁能领悟 谁会觉悟 谁会开悟 那看你们自己 我们只是提示 也给你们个门 可以进来这个门看看 OK 所以老人物 不单单只是为了老人 是为了悟 OK 我是有些讲稿 不过有些时候会离题 拖一点时间 然后我现在卖狗幼 OK 因为我们静心毅力 这个是讲座 其实在COVID的时候 我们办了四场 静心毅力的工作坊 所以我们集合法师的静 集合画家的义 集合武林高手的力 这就是静心毅力的内容 就是这三项身心灵 你都做到或者是有想法 有去进展的话 你可以了解到你自己的状况 你可以去调整 所以我们一些义工 也是曾经参加过 我们的工作坊 所以我非常感谢 他们能够继续支持 然后待会儿呢 我有三位朋友 帮我们 就是他会唱歌 为什么选唱歌呢 因为唱歌也是义的一部分 你们多唱歌的话 其实对心境 是良好的一种保护 所以多唱歌是好的 但是要好好唱 不是随便乱唱 所以我很感谢 道场的义工 还有我们的各路朋友 不管你们帮过什么忙 都非常谢谢你们 所以我刚才讲的 这个麦高尤 就是讲座结束后 如果你还没误啊 你可以填下你们的兴趣 我们如果说 再办这个工作坊 我们可以联系你 你们那个票根 有三个QR Code QR Code 我不懂中文怎么翻 什么码 二维码 OK 二维码 OK 二维码呢 有黑色 有橙色跟红色 黑色呢 是待会儿你们要提问的时候 Q&A 你们可以扫 就可以进去那个环境 可以发问题 不用走上走下 OK 第二呢 就是那个橙色的 就是刚才我讲的 尽心一粒 如果说你们有兴趣 可以先写下名 不是报名 不是commit 不用担心 第三呢 就是待会儿我们的反馈 所以这个工作坊呢 是跨学科 跨领域 就像今天的座谈会 都是跨来跨去的 其实他们三个 都有彼此的能量 都有彼此的认知 只是我们人真的是不能切的 你不能切你的知识 你不能切你的经验 其实都是互相交织的 所以希望今天晚上大家有大大的收获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卫群 那通过卫群的这个介绍呢 我们是更加了解了老人物的座谈会 还有尽心毅力的工作坊 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卫群呢 多年来在这个精神健康领域的努力和奉献 那在今晚的座谈会开始之前呢 像卫群刚才所介绍的 我们会有一段歌唱表演 我们有请三位 我们的表演者上台 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同学老朋友 我们有请王红彦 徐振兴和谭晓威 请不吝点赞订阅